宁波余瑶临山一个交叉路口 执勤的交警拦下了一辆货车 因为民警发现这辆车的牌照不太对劲 前后车牌的图改很明显 后三位5S5改成了685 驾驶员胡某最后交代 自己的驾驶分不多了 恰巧看到小孩书包里有涂改叶 就动起了歪脑筋 胡某擅自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 不仅被处以3000元的罚款 案件经公安机关法治部门审理后 一并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